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次纯粹是由数学的方法得到这个结果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极化的情形 从这个它极化的分子排列来看看 什么是它的表面极化电荷密度 什么是它的体积极化电荷密度 所以我们这里就看束缚电荷 我们看假如一个物体 我们现在用二维的空间来画 我上次也稍微画过 比如说一个纸线 它被极化了 如果它的电力线 电力线是这么一条 电力线的我们画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如果是它的电力线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电力线 那么它这些分子呢 所在之处都有电厂 因此这个地方的物质 它不是正负电荷被拉开 就是它原先是永久的磁偶级 现在被电厂让它旋转一个角度 排列顺着电厂排列整齐 就是这样子的 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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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在电厂里面都变成一个 排列的顺着电厂排列的一个电偶级局 每一个都是电偶级局 像这样子的 好 这样排列以后 我们就看到 这个是物体的 里头 它的外面 你看它的边缘外面 这边都有正电荷 这个边缘的外面 都是负电荷 因此这个电荷 它就是Sigma 这边有正的SigmaB 这个边缘就有负的SigmaB 这是表面 极化电荷 里头呢 它有电荷 对不对 里头也有电荷 那里头这个电荷的密度 我们就用Sigma RhoB来表示 就是说极化以后 它自然会有这些表面电荷密度 跟体积电荷密度 好 那这个 它这个分布啊 是跟位置有关 并不是说 它的分布是一个均匀的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如果说 我要 看某一个表面上面的 极化电荷 比如说我现在看一个表面 这个表面 这是一个S的表面 我要看这个表面的极化电荷是 总共有多少 好 那我们呢 就 就可以 求这个 就是Q B QB 这个是 这一块 面积上面的 Bound to charge 就是多少 那么 它就等于啊 SigmaB 乘上 DA 的积分 DA呢 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取一个 小小的 一个 先取一个小小的 面积 基数 跟这个局部表面 平行 DA 那DA呢 这个是单位向量 它是等于 N DA NDA 好 那么 这个SigmaB 是什么呢 SigmaB 我们上次不是说 SigmaB 它是等于 Polarization Dot Unifact N 对不对 它是等于 这个东西 它跟Polarization 有关 那么我们就 假设这里头 有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呢 也是各部分 都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 均匀的 不是均匀的 它跟位置有关 好 那这个地方的 Polarization 假定是这个的话 那这个角度 我们就认它是 θ 那它就等于 P cos θ 乘以 如果这个角度 是小于90度的话 那么 cosθ 是正的 那SigmaB 就是正的 它所激化出来的 这个表面 激化电荷密度 是正的 如果是在这一边 你看 如果是这一边的话呢 如果我们DA 是这里的话呢 它的激化 假定 是这个方向 Polarization 激化强度 这个角度 就是大于90度的 大于90度的话 那这个就变成负的 所以 这一边的 密度 它 这边的电荷 就是一个负值 那这个是 要积整个 整个这个S 就变成这个地方的 表面激化电荷 我们可以写这个S S表面激化电荷 那这个就是表面激化电荷 好 那现在我们要看 里头的激化电荷是什么 我们要看这个 里头 我们先先看表面总激化电荷好了 表面 总的 激化电荷 刚刚这个S 只是这一块 它整个都有啊 如果整个表面的 激化电荷 这个表面是一个封闭的表面 Close the surface 因此 我们就有 Q B S 我们加一个 Total 总的激化电荷 总激化电荷 总激化电荷 就是你把这个积分 做 对整个封闭面来做一个积分 那它就等于 这个 Sigma B D A 这个 封闭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这个跟这个 我们都可以画成这样子 P Dot N 乘上D 乘上DA 这个是等于 这个 这个 这个是P DotN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P Dot DA PDA OK 好 那同理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就写成 P Dot D A S 这个是 表面计划电荷 这个是 表 表面 总的计划电荷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里面怎么办呢 里面的这个电荷怎么办 它Volume Charge 等于多少呢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你看 除了这个被分割的 一半在外面 一半在里头之外 其他没有被分割的 都是一个负一个震 一个负一个震 所以它的Total Charge 是零 对不对 Total Charge 是零 那么因此在里头的电荷 我们就可以看 你这个外面有多少震的 Surface Charge 它就里头就有多少个负的 这个外面有多少个负的 里头就有多少个震的 所以 我们可以说 外面的Total Surface Charge 这个负是多少个负的 多少量 里头的Charge 也是多少量 不过符号相反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 体积的 总体积的 即化电荷 为 我们写Q B 这是即化电荷 体积我们写Volume Volume Charge 那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负的QB surface charge 它等于表面的总极化电荷的负值 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值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这一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负的polarization.da polarization.da 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项量 项量它的closed surface integral 我们根据divergence theorem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divergent p 呈上detour 可以变成这样子 可以变成这样子 这个变成这个是用divergence theorem 然后我们说 这个量呢 也可以等于 也可以等于 体积电荷密度 身上delta 这个写错了 这个da 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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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较这两个 比较这两个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体积的极化电荷密度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负的 divergent polarization 所以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跟我们上一次 由数学导出来的是一样的结果 好 那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结果 拿来 拿来看 好 这个 我们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等于 负的 rull b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量 这个 负号搬过去 就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个是 你看它的 形态是什么形态啊 它跟这个 我们讲的高斯定律啊 很像很像 对不对 我们讲电厂的高斯定律 是这样子啊 它是q over epsilon 那这个我们以前称它叫做 高斯定律 那现在我们呢 有三个 vector 它构成 像这样子一个形态 等于我们都称它 叫做高斯定律 像这个 是polarization 一换成polarization 我们就称这个 这个式子呢 跟这个很相似 对不对 我们就称这个是 polarization vector 它的高斯定律 就比照这个了 比照这个了 那么 它在这一边 我们以前讲的高斯定律 这个是常数 q是什么呢 q我们讲的是enclosed enclosed 它是这个封闭面里头 所包住的总电量 就是net charge 叫做电荷的净值 好那这个呢 它是什么呢 它也是指的 这个closed surface 被closed surface所包在里头的 这个本来有一个volume 有一个volume 那我们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enclosed 就是包在这个表面里头 就是volume charge 对不对 包在表面里头的 这个charge bounded charge 的负值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total surface charge 这个原先是total surface charge total surface charge 那surface charge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当做是total surface charge的负值 那就是volume charge 因此呢 这一个 这一组啊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容易有一个联想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一组啊 就称为是 polarization的高斯定律 这个高斯定律是这个东西了 rho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是跟所有的电荷密度都有关系 你自由电荷密度也算 极化电荷密度也算 这个地方只算什么 极化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密度 不过它是个负值 负值的原因就是说 本来这个是表面极化电荷 那么它这里头的量呢 是跟表面极化电荷的量相等 但是符号相反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 极化电荷密度的高斯定律 所以这一组啊 你就把它记成是 极化电荷密度 极化电荷 不是极化强度的高斯定律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界电值球 在没有电厂的时候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等于零的时候 它正电荷跟负电荷都在一起 就是说 因为这里头啊 每一个原子都有正的 有负的 那这个正的负的都相等嘛 那么没有电荷的 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呢 它们正电荷 负电荷都在一起 或者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作 diple moment diple electric dipole 那起初它是 random的排列 random的排列 后来我们加了电厂 后来我们加了电厂以后啊 加了电厂 比如说我现在加一个电厂 是这个方向 那它就把正电荷啊 往上面推一点 哈 于是正电荷呢 在这里哈 那负电荷 负电荷的 我这画的不好 两个都是圆的哈 好 这个是正电荷的中心 这个是负电荷的中心 哈 于是啊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电荷啊 这个地方 就是一堆正电荷了 好 因为它整个shift上去 啊 shift上去了 好 这个地方 就是全部都是negative 当中呢 有negative 又有等量的positive 所以当中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电荷 那于是就变成这么一个区域啊 等量的正电荷 等量的负电荷 啊 于是呢 这个 这个 借电值 它就会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 产生电厂 这个电厂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这个电厂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我们假定啊 它居然shift 啊 正电荷 shift过去了 但是它还是保持 它的spherical symmetry negative charge 也是spherical symmetry 好 于是这个当中啊 它移过去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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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次做过 啊 这个 啊 这个地方的电厂 啊 这个地方 positive charge 这个地方的电厂 正电中心 它的电厂呢 我们可以看成什么 看成是这个负电 这个地方是负电啊 啊 这个地方是负 negative charge 对不对 啊 negative charge 我们当作是均匀的分布 均匀分布 那么在里头 在球星处 离球星低远处的电厂 应该是等于这个 因为它是在球体里头啊 所以它就是four pi epsilon zero 好 epsilon zero 我们假定这个 每一个球的半径呢 都是capital R 它就是R三次方 好 它是负的Q 负Q OK 好 乘上D 它是 本来是 我们是小R啊 大R三次方 乘上Q 小R 现在Q是负Q OK 那么这个呢 这个方向 我们就写这样子方向 OK 它就是负D 好 于是这个我们就可以写成呢 写成 4 pi epsilon zero R cube 然后 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dipo moment dipo moment 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一个 electric dipo Q 就是绝对值 电量的绝对值 乘上这个 从负电到正电的距离 这个位移 我们 位移 那么就变成这个 electric dipo OK 好 这个是 这个 这个地方的 电场 电场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再看 这个是dipo moment P是 你要小写 大写要写清楚 小写是代表 dipo moment 我们这里写一下 这个是等于 d q 乘d 好 那么这个是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就是说这个物体啊 它为什么会正电负电被shift呢 它因为受这个电场的影响 它被极化了 极化就有极化强度 极化强度呢 根据我们上一次给它的定义 它就是 total dipo moment 被它的体积来除 被全部的体积来除 那现在这个dipo moment 它就等于 等于这个 我们就写这样好了 P 它就是这个P 这个P OK 我们用中心来算 然后这个就是 P 它就是P 然后这个就是 三分之四 πr 三次方 πr三次方 OK 这个是它的 dipo moment 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就写成 三分之四 π capital r q 乘上 polarization 这个是total啊 total total total的 dipo moment 好 既然你可以把这个物体被极化以后 看成是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dipo moment是这么大 那么 在外面任何一点 任何一点的电位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是r 这个是theta 我们就用以前的dipo 产生的 我可以把这个物体被判断了 我可以把这个物体被判断了